这是拍打脚底 主要作用是食人的肾经充足 耳聪慕名 精力充沛 行走有力 调补我们的肾气 另外一个我们都知道脚底有很多的身体的全息 我们进行脚底的疏通和拍打 然后和炮脚等 这个地方可以通过炮脚 然后疏通脚底来调理我们全身的下降工问题 我讲一下方法 首先第一步就是说我们晚上可以睡觉之前 做之前必须就是说用水热水给泡脚 泡个15到25分钟 或者是泡到全身微微出汗为止 然后泡完脚以后 我们把脚擦干以后拿出来一个脚 就是放在我们 如果坐洞子上可以放在一个腿上 如果是坐在床上以后就可以直接这样放 然后用一只手进行拍这个脚掌 脚掌底 一样的我们拍100下 当我们拍这个脚掌的时候 它可以透过这个 然后把脚面全部都疏通 拍到脚它会发热 然后很通畅的感觉 然后拍完又会很轻松 希望大家就是说每天抛完脚以后坚持做一下 然后方法特别简单 坚持是最好的疗效 大家可以坚持看一下效果 这个补肾呢 然后很多人最近也找补肾的方法 其实补肾的方法有特别的多 这一种是比较简单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 然后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 然后来进行补肾 才是最好的方法 好今天就录到这里 谢谢大家